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比赛 他在复出后的八场比赛中赢了六场 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与此同时 加布里埃拉 达布罗夫斯基和爱玲 鲁特利夫在Rossi公开赛中赢得了女子双打冠军 最后 我们来看看时尚界的动态 Adidas与中国街头品牌Club合作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礼鞋版本的Superstar运动鞋 这款鞋子以光滑的黑色皮革制成 搭配硬底鞋底和硫苏鞋带 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还没有确定的发售日期 但粉丝们可以在运动鞋摄影师Taylor Mansour的Instagram账户上先赌为快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上 乌克兰及其盟友达成了一份妥协版的声明 虽然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但未能制定结束战争的具体步骤 92个国家代表团中只有80个签署了最终声明 这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原本希望的和平催化剂 效果大打折扣 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莫解释称 声明中对克里姆林宫的指责引发了争议 但即使不签署声明的国家也明确表示战争必须结束 俄罗斯未被邀请参加峰会 并称其为无路可走 而中国也早早退出 普京利用在亚洲和非洲的影响力 成功说服印度、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 国家派遣低级别代表团参会 并拒绝签署最终声明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签署声明 只有少数非洲国家同意 尽管如此 泽连斯基仍将峰会视为成功 称团结的世界是和平的世界 Nike Asia 在瑞士举行的峰会上 西方大国及其盟友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未能说服主要非对抗国家加入最终声明 且没有国家愿意主办下一次会议 超过90个国家 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参加了这次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圣地的两天会议 尽管莫斯科没有被邀请 俄罗斯嘲笑了这次会议 而中国的缺席几乎确保了峰会无法实现 乌克兰说服全球南方主要国家孤立俄罗斯的目标 巴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印度、印尼、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国拒绝签署声明 尽管如此 会议为基辅提供了展示西方盟友支持的机会 泽连斯基在闭幕词中强调乌克兰不仅在军事上进行全面防御 还在外交上进行全面行动 瑞士总统维奥拉阿姆赫德警告说 前方的道路漫长且充满挑战 Guardian 包括巴西、印度、南非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关键地区 大国未能签署乌克兰和平会议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声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瑞士举行的两天峰会结束时 表示欢迎迈向和平的第一步 但承认并非所有与会者都加入了声明 约100个国家参加了布根施托克度假村的会议 但俄罗斯未被邀请 而中国也拒绝出席 西方外交官认为 会议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其参与者 尽管大多数与会者来自欧洲、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 但也包括来自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国家 泽连斯基表示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行动计划 最终文本由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 强调了联合国宪章、各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重要性 土耳其、阿根廷、伊拉克、卡塔尔和卢旺达等国签署了文件 而沙特阿拉伯、印度、南非、泰国、印尼、墨西哥和阿联酋则未签署 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 实现乌克兰和平需要时间 CBC加拿大的比安卡 安德烈斯库在利贝马公开赛决赛中遗憾落败 未能打破自2019年以来的冠军荒 安德烈斯库在荷兰斯海尔托亨伯斯举行的草地赛事决赛中 以4-6、6-3、7比5不敌俄罗斯选手柳德米拉·萨姆索诺娃 尽管他在手盘表现出色 但由于左大腿严重受伤 未能抵挡住对手的反击 这是安德烈斯库在因被伤缺席近10个月后参加的第二个比赛 他在复出后的8场比赛中赢了6场 与此同时 沃泰华的加布里埃拉·达布鲁斯基和队友埃林·鲁特利夫 在诺丁汉的罗斯赛公开赛中赢得了女子双打冠军 他们在决赛中以5-7、6-3、11比9战胜了英国的哈里特·达特和法国的戴安娜·帕里 这是达布鲁斯基和鲁特利夫在2024年的首个冠军 他们在2023年美国公开赛上也曾夺冠 Yahoo!US!阿迪达斯将其标志性的Superstar运动鞋改造成了一款正装鞋 这一变革是与中国街头潮牌Clout的最新合作 由球鞋摄影师泰勒·曼苏尔曝光的Clout X Adidas Dress Superstar 延续了Clout创始人陈冠希在之前合作中的设计语言 将运动品牌的复古运动鞋与更正式的外观相结合 新款鞋采用亮黑色皮革 三道杠的侧面标志几乎隐形 鞋底也改为皮革硬底 鞋带上还增加了流苏 整体显得非常优雅 Clout最近与阿迪达斯的合作款是Gazelle系列 由韩国流行乐队Blackpink的成员Jenny Kim代言 Superstar最早于1970年作为低帮篮球鞋推出 以其皮革鞋面和橡胶保护鞋头而著称 80年代Superstar成为了嘻哈风格的象征 并通过Run DMC乐队进入主流文化 目前Clout X Adidas Dress Superstar尚未公布具体的发售日期 Yahoo!US中国总理李强在访问阿德莱德动物园期间 提议向澳大利亚赠送两只新的大熊猫 以替换现有的熊猫王王和弗妮 这两只熊猫一直被视为中澳关系的友好使者 李强此行是中国领导人 七年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李强表示王王和弗妮将于年底返回中国 他承诺中国将很快提供另一对同样美丽 活泼 可爱且更年轻的大熊猫 熊猫外交自唐朝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努力的一部分 此次访问旨在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领事问题 而李强的到访也意味着中澳关系的缓和 尽管两国关系自2022年澳大利亚工党上台以来有所改善 但仍存在一些分歧 包括解除剩余的贸易壁垒和释放被关押的澳大利亚民主博客作者杨恒均 李强将于周一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会面 预计阿尔巴尼斯将提到杨恒均的案件 呼吁中国方面释放杨恒均 Yahu!US在一系列COVID-19疫情干扰 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超过60个国家举行选举的历史性 一年之后供应链管理者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汇丰美洲全球贸易解决方案负责人玛丽莎·亚当斯 在接受雅虎财经视频采访时表示 我实际上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认为再也没有所谓的正常化了 现在公司面临的是供应链中断成为新常态 汇丰的一份新报告指出 今年有多种因素对全球供应链施加压力 包括产品和全球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供应商必须在通货膨胀环境中获得融资 此外一些地理区域特有的问题也导致船只改变航线 例如红海的袭击事件和影响巴拿马运河的干旱 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 今年将参加选举 贸易继续成为竞选活动中的重要话题 Kavit19疫情为公司敲响了警钟 暴露了他们对地缘政治事件和其他脆弱性的暴露 亚当斯建议公司应全面审视 其供应链评估风险并根据整体风险而不是单个国家风险来管理与中国商业部门的关系 Telegraph 北约正在讨论面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部署更多核武器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美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 联盟必须向世界展示其核武库以向敌人传达直接的信息 他透露成员国之间正在进行关于将导弹从储存中取出并置于待命状态的实时磋伤 并呼吁透明度作为威慑手段 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中国正大力投资于包括核武库在内的现代武器 到2030年其核弹头数量将增至1000枚 他指出北约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两个核动力潜在对手 中国和俄罗斯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北约的目标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但只要核武器存在 北约将继续是一个核联盟 斯托尔滕贝格还强调了美国和欧洲盟国正在现代化其和威慑力量 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并呼吁北约盟国继续支持乌克兰 以防止普京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Yahu!US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如果莫斯科撤出所有乌克兰领土 基辅将明天与俄罗斯举行和谈 然而他在瑞士和平峰会闭幕时表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不会结束战争 必须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以任何方式制止他 尽管西方援助不足以赢得战争 但峰会显示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未减弱 会议结束时 数十个国家承诺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并通过了一份将战争的广泛痛苦和破坏明确 归咎于俄罗斯的最终文件 然而 包括印度 南非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几个国家 没有签署这份文件 泽连斯基感谢出席会议的世界领导人 并表示国际支持乌克兰并未减弱 他还呼吁中国认真参与制定和平提议 并表示如果俄罗斯撤出其领土 乌克兰愿意立即开始谈判 西方领导人强烈拒绝了普京提出的乌克兰撤军 换取停火的提议 并认为这只是宣传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在河北省石家庄的国防大学 联合作战学院实验室内 创造并囚禁了世界上首位人工智能指挥官 这位虚拟指挥官在各方面都仿效人类指挥官 从经验到思维模式再到个性 甚至包括他们的缺点 在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 各兵种的大规模计算机战争游戏中 这位AI指挥官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指挥权 快速在不断演变的虚拟战争中学习和成长 这个突破性的研究项目于五月在中文期刊 共同控制与仿真上公开发表 由高级工程师贾陈兴领导的团队表示 AI技术在军事应用中既有潜力也有风险 但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军事必须严格遵守党指挥枪的原则 只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有权动员解放军 随着AI技术获得独立决策的能力 前线部队包括无人机和机器人狗 被赋予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和开火权 但总部的指挥权仍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 解放军为可能的军事冲突准备了许多作战计划 尤其是在台湾和南海地区 科学家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通过模拟测试这些计划 以权衡利弊并洞察战斗的混乱 战役级军事模拟通常需要人类指挥官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做出现场决策 但高级解放军指挥官的数量和可用性非常有限 无法参与大量战争模拟 AI指挥官可以在大型虚拟战斗或演习中 代替人类指挥官行使指挥权 在实验室的范围内 他可以自由行使这一权利而不受人类干扰 贾晨星的团队表示 AI指挥官在军事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是目前公开报道中最高级别的 例如美国陆军的AI仅作为指挥官的虚拟参谋提供决策支持 而美国空军的AI飞行员仅参与前线训练 不干涉作战式操作 不同的高级解放军指挥官有不同的战斗风格 例如彭德怀将军在朝鲜战争中通过出其不意的迅速打击和渗透扰乱美军 而林彪将军则以其对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而闻名 他避免冒险 决策风格 细致如微 AI指挥官的初始设定模仿了一位经验丰富且聪明的战略家 具备健全的精神状态 沉着稳重的性格 能够冷静分析判断局势 不做情绪化或冲动的决定 并能迅速从记忆中回忆类似的决策场景 制定实际计划 然而 这一设定并非一成不变 虚拟指挥官的个性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微调 在巨大压力下 人类难以在严格的时间框架内制定完全理性的决策框架 而AI指挥官则更多依赖经验知识 做出战斗决策 寻求满意的解决方案 从记忆中检索 类似场景 并快速制定可行计划 然而 人类也会遗忘 为了模拟这一重要缺点 科学家们还对AI指挥官的决策知识库 施加了大小限制 当记忆达到上限时 一些知识单元将被丢弃 AI指挥官 使解放军能够进行大量人类脱离环节的战争模拟 识别新威胁 制定计划 并在战斗失败 或结果不理想时根据整体情况 做出最佳决策 这一切都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 具有实施简便 高效和支持 重复实验的优势 全球各国在AI军事应用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中国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北京和华盛顿在这一关键领域力争上游 但他们也共同担忧AI不受控制的发展 对人类安全构成的威胁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 一直在谈判制定一套法规 以减轻AI军事化的风险 包括禁止AI控制核武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特别人走开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